带你一分钟了解精彩视频 该剧以改革开放涌现的打工潮为历史背景 全方位描述青年男女外出务工 及其留守在家的孩子 老人的生活 展现当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出现的矛盾 皆是新农村建设的紧迫性 也塑造了一群可亲可爱的当代农民群像 以基层组织代表耿孝明 关系爱护留守孩子的成长 关注留守老人的生活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线 逐力刻画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基层组织代表人物形象 塑造了大闯 赵爷 山根 刘爷 张忠元 窦妹 彩凤等可亲可爱又可敬的当代农民群像 您什么时候为您儿子我说句话呀 我也想为你说话呀 可我也得张得开嘴呀 怎么张不开嘴 怎么张不开嘴了 我是您儿子啊 你要是我亲儿子 你马上去把红礼和那些孩子们都给找回来 要不然你永远别回鸽德铃 来 宝宝 我来抱一会儿 来 谢谢你啊 大姐 你一路上都照顾我 你住店吗 看一看吧 不住不住 我这个店特别好 算了 算了 什么空调啊 电视机啊 二十四小时都要买大糟糕 而且价格便宜 算了 算了 又离火车站近 那离市中心也近啊 你住了之后交通又便宜 价格又便宜 这么好哪儿找去啊 你看一看吧 我跟你说啊 你住了一定不会后悔 你别说话了 看看吧 我跟你说啊 别看 这个红片 我的孩子没了 是什么 我的孩子 警察 孩子怎么了 这一片了啊 我的孩子 刚才在火车上认识一个大姐 他给我抱孩子 然后我的孩子就没了 跟我抱你 抱他 小叶 小叶醒醒 到临港了 快醒醒 红莉 鹰子 到临港了 醒醒 快醒醒 小兵到临港了 快醒醒你们两个 小兵 小兵到临港了 快醒醒 快起开 我们该下车了 走 走走走 快点走 跟上啊 出战以后 不准私自行动 不准掉队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走 东东 把明信片拿出来 清早 下令 Gren 咱们下坐车了怎麼辦 那怎么办啊 我要找妈妈 我要找妈妈 這裡到临港 比戈德岩近多了 你们来过长水吗 没有 反正现在咱们已经提前下火车了 要不咱们先在这儿吃吃饭 然后再买票直接去临港 不吗我找妈妈 这儿有啥好吃的 是啊 要不咱们直接买票去临港 咱们上网怎么样 对啊 这里没人管咱们去上网 咱们可以玩个够吗 行愿 走吧 走吧 走 我倒是有个想法 看能不能找到他们 什么想法 这些孩子不是喜欢上网吗 马逊老师 我们可以看看他们会不会在网上出现 这倒是个好主意 可是他们要是上了火车怎么上网了 没事 校长咱们还是试试吧 马老师 您那应该有这几个孩子的网上联系方式吧 我有 因为怕他们经常上网 所以我都记下来了 马老师 你把他们的QQ号告诉我 我马上去联络网楼大队 好 我在这儿玩真来劲 我在这儿玩真来劲 帮你查到了 汤在肠水 好好 谢谢啊 谢谢 情况怎么样 查到了 他们现在在长水 太好了 那就太好了 太好了 小王 谢谢你啊 应该的 好 知道孩子们的下落就好办了 马上组织人力赶往长水 小王 你立刻和长水警方取得联系 争取他们的协作 好 这次寻找孩子 要以学校为主 派出所和各的领村委会 进行配合 好 老哥 你马上把这个情况通知乡亲们 让大家稳定住情绪 嗯 还有 要及时通知各位家长 让他们也到长水 进行配合寻找 行 我呢 这就回去向领导进行汇报 好吧 大家分头行动吧 走吧 好好 谢谢啊 随时把车连线 好 再见 情况怎么样 网络大队说 他们现在不在线 不过之前在长水啊 警方已经通过IP地址 找到了一家网吧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走了 好 小王 咱们尽快赶到长水之后啊 要先找到那家网吧 好 小壮哥 我累了 小壮 咱们去火车站歇着吧 明天早上咱们再买票去临港 好啊 好啊 反正火车站一分钱都不要 走吧 走吧 好 好 你们都睡吧 咱们轮流站岗 我第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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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guy 好 我 好 好 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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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h 小 dead 您几位啊 请问刘山根在吗 在 他在后头做饭呢 您是 我是他一位朋友 那快坐吧 谢谢 来 坐这儿 来 喝点水 谢谢 你好 你是老板娘吧 你是冯冬妹 你知道我 你长得可真好看 怪不得山根他 山根 来了 你咋来了 英子失踪了 都是你干的好事 要不是你和张中原勾搭 能出这事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你是孩子爹 你说该咋办吧 咋办 你找张中原说去 我不管 你 好 那我自己想办法 这位大姐 你也看见了 我们家出这么大事 他怎么当孩子爹的 你 我能不跟这种人离婚吗 豆妹 谁跟你一家 跟你离就对了 山根 现在不是争论对错的时候 无论结果是谁造成的 主要是先把孩子找回来 我 你还我什么我 你还顾虑啥 那英子到底是不是你孩子 我哪有钱找孩子 没钱你不会借 过来 我先御支给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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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夜 姚夜 东东 东东 哎 弘历 弘历 醒醒 弘历 干什么 该你站岗了 我得睡一会儿 哎 你咋不让他们替你啊 废话手术 既然你来 就该你站岗 快起来快起来 你站岗了 起来吧 你站岗了 你转会岗 我睡会儿 好 好 我 我 牙 牙 天亮了 起来了 都起来了 起来了 小燕 起来了 我肚子饿了 咱们去吃点东西吧 我的钱没了 我的钱也没了 还有我 你们怎么了 红烈 你的钱丢了没有 就上十块钱了 咋回事 你还问我咋回事 不是让你站岗的吗 你怎么睡着了 我 我太困了 红烈 你真不负责 就是 要是你不睡着 我们的钱也不能丢 我 见不到妈妈了 红烈 你说咋办 早知道就把你演回去了 为啥只许你们睡不许我睡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小庄也站岗了 他看着的时候就没丢钱 为啥你看着的时候就丢了 我 红烈 你跟你爸一样坏 你们都欺负我 我走还不行吗 你 红烈 怎么办 小庄 红烈该不会走丢了吧 放心吧 他肯定还会回来的 小庄哥我们现在连吃饭的钱 都没有了 我快饿死了 看 幸亏我聪明 要不 一下全完了 小庄哥你太有才了 有难同当 走 吃饭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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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去 走 怎么还不来 就是 来了 大庄 不好意思啊 路上一直堵车 山根呢 算了 别等他了 他来不来还不一定呢 行了 啥也甭说了 赶紧上车 好 走走走 走走走 我都快饿死了 几位小朋友 吃饭呀 有没有灰面 我这只有拉面 那老板有没有猪条 没的你 现在钱省着点花 老板 拉面怎么卖 大碗五块 小碗三块 能不能便宜点 这都是物价举合的价 不能再便宜了 婴子是女孩饭量小 冬冬个儿又小 也吃不了多少 老板 三大两小 不 我吃大碗 吃完了就没有钱了 以后就没饭吃了 好吧 来五大碗 不 我吃小碗 好嘞 来 你们在这儿等着啊 来 谢谢 走 晓王 喝水 好 来 谢谢啊 这些咱们路上吃 好嘞 也不知道孩子们吃了吃饭 他们晚上睡哪儿 这安全就行 东东 吃不完算了吧 不 我能吃完得吃饱点 老板 多少钱 四大一小 二十三块钱 二十吧 二十可不行 你不能少交一小碗面钱 老板 你看 我们都是小孩 就照顾照顾吧 就是啊 照顾照顾吧 照顾照顾照顾吧 照顾照顾吧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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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壮 咱们现在干嘛呀 弘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要不咱们去找找他吧 咱们上哪儿去找啊 现在没地儿去了 他肯定又去上网巴了 我们去网巴找他 可咱没钱了咋去啊 这好办咱们只开一台机器 走 走吧 走 老板 打个电话 打吧 打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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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弘历吗 妈 弘历 你在哪儿 你还在场水吗 我本来要去看我爸 我下坐车了 弘历 你现在跟小壮他们 在一块儿没有 他们不带我玩 我钱也丢了 我不知该咋办了 弘历啊 好儿子 你先别着急啊 这样 你听妈跟你说 你 你 你先去找一个派出所 然后你跟警察叔叔说 你走丢了 然后你就在那儿等 等你老耿伯他们 他们很快就快到了 不 我不去派出所 我要去找我爸 问他为啥不要你 为啥要硬子他妈 好儿子 乖 儿子你听妈说 你别找你爸了 大人的事情 你不清楚的 你听话 你赶紧去找警察叔叔 你去找警察叔叔 听见了没有儿子 不 我不去派出所 我不回家 我就要去找我爸 小孩儿 钱 钱 钱还没给呢 我钱丢了 我身上没钱 算了 不跟你要钱了 喂 110了 你说什么 弘历给你来电话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舅舅啊 你千万不要太着急 我们很快就到长水了 好 他说什么呀 弘历和小壮他们 现在分开了 而且弘历的钱也被偷了 酒局让弘历 去到派出所报案 弘历去把电话给挂了 至少我们还能确定 孩子他们现在还在长水 我马上通知当地警方 让他们帮忙留意一下 嗯 咱们只要能够找到弘历 其他孩子也就有线索了 好 快点吧 王管 王管 什么事啊 这怎么上不去晚了 没有看到门口贴的吗 今天设备检修上不了网 那你还开着门干啥 上不了网可以玩游戏嘛 你 你给我退钱 退不了 门上已经说明了 是你们自己没看清楚 算了吧小壮 咱们还是回车站等弘历吧 走吧 弘历呢 他 他怎么不在这啊 不在啊 他去哪儿了 他去哪儿了 人去哪儿了 倒是啊 在哪儿呢 人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你们说 弘历会去哪儿了 他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心情和朋友 肯定是在街上闲逛呢 早知道 咱们不应该骂他了 现在可好了 钱也丢了 人也丢了 说那么多管啥用 弘历身上只有十块钱 等花完了 他肯定会来找咱们的 咱们接着等了 那好吧 好吧 好吧 好 好 来 终于到了 小王 咱们要马上跟当地警方取得联系 好 这越是到晚上我越担心 孩子们睡哪儿都不知道 喂 喂 耿书记啊 你们到长水了 好 好 火车不晚点 大概明天上午十点四时左右到 好好好 明天见 耿书记说 上午的时候 弘历还给酒局打过电话 我想他们现在还一定都在长水 说不定明天就能见面了 不好 有希望就好 来 来 没人两个 馒头 饿死我了 这好吃啊 咱们今天吃这个 今天就吃这馒头啊 对啊 今天就这么一顿 这么点还不够我随牙缝的呢 你的牙缝也太宽了吧 现在就剩下几块钱加档了 上顿吃了 还不知道下顿在哪儿呢 还下顿 我上顿还没吃呢 还没到临港呢 咋办 总不能饿死吧 咋办咋办 你就会说丧气话 你不会想办法弄点钱花 咋弄钱 偷啊 抢啊 你们胡说什么呢 现在又没有办法弄到吃的 又没本事弄钱 只能等饿死了 我可不想饿死 我要先帮帮忙忙 东东别哭 有姐姐在饿不死你 这个给你吃吧 你先回去等等吧 要是有孩子的消息 我们会立即通知你的 我求求你了 警察同志 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 我求求你了 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你好 你好 汪警官 你是方程的汪所长 对对对 同志 你是丢孩子了 他活着呢 我去车上 有一个大姐说帮我抱孩子 我看她挺厚道的 我就把孩子给她 我没想到她是人贩子 现在火车站 一伙专门拐卖儿童的人贩子 平平作案 这 警察同志 这些人贩子 他们拐卖的孩子 一般都是多大年龄啊 一般都是四五岁的 有时候也有八九岁的 他的孩子不到一岁 小王 看来咱们要抓紧时间 找到他们 要是小壮他们 碰上人贩子 那麻烦可就大了 是啊 我二叔进城打工的时候 他们住在桥底下 咱们现在住在管桶里边 比他们舒服多了 这儿是挺舒服的 可是我有点儿饿了 忍着 饿了就睡觉 睡着了就不饿了 我也饿了 忍着 今天饿了 明天咋办呢 别说是见爸妈了 小命也难保了 就是啊 小郑 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吃的倒是能找到 就怕你们不乐意去 都饿成这样了 我们还有啥可挑的 你们在来的路上 看到一个市场没有 我看见了 里边还有很多卖水果的呢 那你们想吃水果吗 嗯 那也没钱买啊 没钱可以要啊 怎么要啊 就像这样 叔叔阿姨 给点葡萄吃吧 我们饿了 葡萄太贵了 葡萄贵 那就叔叔阿姨 给点便宜的吃吧 我就知道你们不乐意去 算了 还是睡觉吧 别爱小壮哥 他不去我去 谁说我不去 我也去 我不去 我是女孩子家 出去要饭 太丢人了 要是老耿叔在这儿多好啊 别说丧气话了 这才了两顿饿 你就认熊了 老耿叔不在的时候 咱们可以自己想办法 想吃东西的跟我走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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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怎么样 走走走走 我说你们几个 能不能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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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赵小壮 男 十岁 身高一米四六 平时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性格比较外向 张小冰 男 九岁 身高一米四五 这个孩子很好动 平时戴着一副小眼镜 张东东 男 八岁 身高一米三六 皮肤偏白 这个孩子性格内向 这是刘英子 女 十岁 身高一米四六 长头发 平时喜欢扎着两个小辫子 性格活泼开朗 张弘历 张弘历 男 十一岁 性格内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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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儿有个水果汤 大家听我说 跟我一起上 小冰 你刚才要饭要得不错 大家要向小冰学习 听好了 千万不能走丢了 大家听明白没有 我不行 我跟在后面行吗 看你是个女的 就饶了你吧 你跟在后面吧 那都要接什么呢 捡便宜的药 捡个好药 兄弟们 上 上 我不干了 不行 你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东东 我就是要个便宜的嘛 去吧 没事 快去啊 快去啊 小朋友 你想买水果吗 想买哪种啊 我们这儿有葡萄 苹果桃子 还有香蕉 爷爷爷 有便宜点的吗 便宜的有啊 这桃子一块钱一堆啊 买吧 买不买 爷爷 我们饿了 孩子 这是咋了 怎么这么可怜啊 爷爷 我们走丢了 我们前辈偷了 一天都没吃饭了 他没有饿了 他们让我问您要点吃的 那我就送点水果给你们吧 孩子们 过来过来 来 拿着 谢谢爷爷 不谢不谢 等等 等等 来来来 这儿还有四个烧饼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不谢不谢 谢谢爷爷爷 不用谢 再见 再见 河南的同志也做了介绍 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和友人反映 这些孩子多次在火车站广场附近出现 现在我们兵分两路 第一路 由长水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为主 和马老师一起去网吧搜寻 把火车站附近的大小网吧 像过筛子一样过一遍 第二路 以孩子家长为主 火车站分局协助 严密搜索火车站各个角落 不能漏掉一个死角 是 这可上哪儿去张牙 长水火车站就这么大一片地儿 咱们现在分分工 两个人一组 各负责一个方向 好 只要孩子们在附近 就能找到他们 行 那这样吧 我跟张队长他们一组 马霞 你跟豆妹一组 张牙 你带着采放 还有大船 你和监爷一组 好吧 咱们分头去找 走吧 好 走走走 去那边去那边吧 走 这怎么找啊 姑娘 我问你一下 你见过这个小姑娘吗 见过她吗 见过吧 见过她 在哪儿见到她 什么时候啊 这不是电视上唱歌的 那个小辣妹吗 你是她粉丝啊 谢谢啊 嫂子 这孩子们去哪儿 嫂子你别急 我们去那边看看 别急 走 先生 你见过这个男孩没有啊 没见过 哎呀 你再仔细看看 没见过 走吧 哎 咱们去那边吧 呦 张队长 你来什么事啊 嗯 你给看看 这几个孩子 这几天来过没有 啊 啊 来过来过 前几天在这里玩 啊 河南孩子我记得 不过这两天没来 那好 如果看见他们 马上给我打电话 好的呀 啊 谢谢啊 慢走啊 我 喝 这老爷爷对咱们的真好 一下子给咱们这么多东西 吃这么多 还塞不住你的嘴 是我要过来的 你凶什么呀 我哪儿凶了 我到现在还烦着呢 奶奶我要回家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要回家 奶奶我要回家 我回家我以后 再也不跟你玩了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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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你们哪里有消息没有啊 几乎每个候车室都找遍了 就是没有 他们这事到底去哪儿了呀 去 我去下去 我想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什么事 说吧 这孩子 都大了 咱再干这种事影响不好 这些年 咱也赚了不少钱了 咱们不干了 行不行啊 咱们做点正经的小买卖 这整天提心吊胆的 这文一纸 这文一纸 我倒是想啊 可是 你要做买卖 把咱们赚的这点本钱 你都搭进去了 再加上我们家那死老头就赌 赌 有钱了 你就见不着人了 他要是没钱了就来找你 你要不给还打 你说现在生意多难做呀 再说 你现在什么生意能赚钱 就这个买卖 钱赚得还快点 那你说 能做点什么赚钱的吗 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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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哪 我老是害怕 我整天做噩梦 你说 这常言说啊 常在河边走 没有不失邪的 这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这孩子多小 这万一出了啥事 这可咋办呢 行了 瞧你那点出息吧 我是见过世面的人 有我呢 你怕什么呀 要不这些年 辛辛苦苦 就挣这么点钱 你们娘俩 早就要饭去了 既然都干到这份上了 索性啊 咱漂漂亮亮的 干他几笔大生意 把钱呢 赚足了 咱再做个小本生意 好好的 想想清福 美一美 别怕 别怕 来了来了 来了 来了来了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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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孩子 这呢 看看吧 女孩儿 女孩儿 是女孩儿啊 咱们说好了 要个男孩儿 大兄弟 现在风声紧 谁家不把个儿子 当成一个宝一样供着 多难逃啊 你不知道啊 废话 好逃找你们干嘛 女孩儿我不要 你们到底有没有男孩儿 有倒是有 这牛怎么办呀 那她呢 那是我们家亲戚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下 这孩子不错啊 多少钱 放屁 我们家亲戚那是 那你说有 像她这么大的可没有 多大 七八岁 大概有这么高 那也行啦 在哪呢 价格可不一样 你得加价喽 要货真价实 我的价挺实的吧 你也知道 我就是想要个 给我养老送猪的儿子 你啥时候给我 那这样吧 有了消息呢 我给你打电话 好好好 那我走了 好好好 回去吧 好回去吧 回去等我电话啊 走 可走了 你上哪儿给他们弄男孩儿啊 我坐火车的时候啊 见到一群男孩儿 他们哪儿是自己跑出来的 我去找找 你上哪儿找他们呀 到车站转着没 找不着我还找不着别的 这长水不大 小子真是 我不是怕吗 今天 我们分头对火车站 网吧 急流动人口集散地 进行了排查 但是依然没有线索 可目前最有价值的线索 就是张弘历的那个电话 这可以证明两个事实 第一 至少孩子们 昨天和弘历分手的时候 仍然留在长水 我们随后调取了火车站 及长途汽车的路向中 没有孩子们出现 但弘历电话中说 钱被偷了 这说明孩子们 没有走的条件 没钱乘坐交通工具 他们总不可能走着去临港吧 对了 孩子们有没有可能 在不同的网吧上网 或许 他们并不是真的身无分文呢 这点不排除 但是我们已经对 几个孩子的QQ号 及游戏账号 进行了锁定 并把他们的照片 分发给了大小网吧 一旦他们上网 我们马上就能知道 他们的位置 但遗憾的是 这两天孩子们 都没有上网 张队长 你看能不能 把这几个孩子的情况 在电视上 做个寻人启示啊 对啊 这样全市的人 都可以帮我们找了 你们想过没有 这军孩子 有没有可能被人贩子拐走 当然 这只是个假设 可是万一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一登寻人启示 岂不是给了犯罪分子 逃跑的信息 所以 我还是坚持 私下寻找 可是这样大海捞针得着 时间拖得越长 我这心里越不踏实 马老师 你别着急 在接下来的搜寻工作中 我们会加派警力 并会派人二十四小时 在孩子们可能出现的地方 蹲守 你们放心 长水不是个大地方 我相信 很快就会找到他们 来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赶火车呢 我哪睡得着 山哥啊 有些话 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 太自卑了 自卑 你说我现在老婆跑了 孩子丢了 我不自卑行吗 我说的不是你现在 上一次你在我这喝多了 就是因为冯豆妹的事伤心 可你前面一见到她 立刻又跟见了仇人似的 你自己不觉得这样矛盾吗 行了别提她了 提她我就来气 好 咱不提她了 说件小事 不是 你明明做饭挺不错的 可是你自己就是不敢承认 宁愿说自己一无是处 这是为啥 我哪知道为啥 因为你自卑 因为你不敢尊重自己 因为你没有自信 自信 那你教我怎么才能找到自信 我教你你敢做吗 只 只要你教我我就敢做 好 明天你不是去找孩子吗 见到冯豆妹你就跟她说 你要从张忠元手里把她夺回来 夺 这 瞎扯 我就说你不敢吧 因为你一直觉得张忠元比你强 有完没完 你还上劲了 刘善根 老婆没有了 女人还是有的 钱赚得少 总还可以努力吧 你个大老爷们 要活就活得痛痛快快的 别整天愁眉苦脸的 人生在世 谁们有点不如玉的事 就拿我来说吧 你 你咋了 说我干啥 反正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先走了 这人咋说半截话呀 你说都这么长时间了 还有警察帮着找 可他咋就一点信都没有啊 那长水可不比咱哥的领 那六个孩子跑过去 就跟大海捞针一样 舅局 你家弘历咋就自己跑了呢 我们家弘历说 是大伙不要他了 那具体咋回事 我也不清楚 那 那还不是孩子们记恨张中原 张中原在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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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是说孩子的事呢 老天那点破事干什么呢 咱们哪 应该相信梗 如果孩子们有什么消息 梗会来电话的 听那点破事也没什么用 咱们还是等等消息再说吧 都醒醒吧 醒醒吧 太阳都摔着屁股了 快起来了 小庄 咱们该去吃早饭了吧 拿啥吃早饭呀 那总不能饿着吧 我的肚子都快扁了 你饿的时候 比我们不饿的时候多 我也饿了 我们都饿了 咱们总不能光去要吃的 咱得要点钱 要不就算找到弘历 咱也没有办法去临岗 我不想要钱 就想吃饭 要是要不来钱咋 怎么办呢 也是啊 我想到一个主意 我和小兵小叶 我们三个去要钱 东东 你和鹰子姐 一块去要饭 万一我们要不来钱 咱们也不会挨饿 好 我们两个愿意跟你一块去 好 快走吧 主意 中午饭的时候 咱们在这里会合 嗯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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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东快点 我说啊 你们没撒谎吧 要是撒谎 你们就不用给我们钱了 哦 真的假的的 就信这一回吧 是啊 快可怜的 来 小朋友 给你钱 谢谢阿姨 你们怎么不找警察呀 如果要找警察的话 我们就找不着爸爸妈妈咯 哦 快走吧 哦 快走吧 快走吧啊 走啊 走吧走吧 哎 东东 你想 你进去要吧 我不敢 还是你去要吧 我也不敢 咱们还是等等吧 咱们还是等等吧 宝贝儿 还认识我吗 哦 你是火车上的一个大妈呀 对呀 哎呦 怎么在这儿呢 啊 怎么没有到临港找你爸妈呀 我们下坐车了 钱也被偷了 哎呦 真够可怜的 在这儿长水没吃没喝的 不能在这儿街上乱转 哎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刘英子 我叫张东东 哦 东东 嗯 哎呀 你们在长水没吃没喝的 这也不是办法呀 哎 要不跟着大妈 你们去大妈家吧 您家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啦 我愿意 我也愿意 不过 不过我们不能去 为什么呀 因为还有小壮他们 还有三个人呢 哎呦 哎呀 真是的 英子是个好孩子 还想着他们 那大妈也没说不让他们去呀 到了大妈家 好好的吃一顿饱饭 睡个好觉 然后大妈呀 给你们买车票 找你们的爸爸妈妈去 好不好 嗯 那他们在哪儿告诉大妈 咱们去找他们 我们说好了 一会儿在下水馆的集合 好 那好 带着大妈去 找他们去 走 慢点 来 上 来 上 来 上去啊 慢点 小壮 英子 等等我 我是红帝 等等我 我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啊 就是他 就是那个孩子 站住 你干什么 你松开我 这孩子我见过 就是那个人的孩子 这是南洋那群 走失儿童的其中一个 恐怕跟人贩子 没什么关系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张弘历 张弘历 好 你听清楚了啊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阿姨啊 在火车上 你大妈帮我放行李的 你是那个抱孩子的阿姨 嗯 你大妈现在在哪儿 她现在在哪儿 她现在在哪儿 我大妈 我没大妈 我只有奶奶 你奶奶在哪儿 我奶奶在割的岭 割的岭 割的岭又在哪儿 你连我们割的岭都不知道 又叫张割的 古代的南洋四圣 就是从我们割的岭出来的 割的岭 那前几天和你们一起坐火车 那大妈现在在哪儿 我们根本不认识她 不认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小王啊 找不着孩子 我就不回去 哎 嫂子 你看 耿书记 耿书记 那不是豆妹他们吗 豆妹啊 嫂子 耿书记 怎么样 找到他们没有 附近的网吧 我们都找过了 就是没见着孩子 哎呀 喂 啊 我是耿小民 是吗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啊 好的我们马上过来 怎么了 是不是孩子 啊 公安局的同志说 已经找到弘历了 叫咱们马上过去 哦 真的 叫他找到孩子了 快走 快走 快去 哎呀 宝贝们 饭来了啊 来了来了 哎呀 哎哎等等別抢别抢啊 то 好好的 慢慢吃别饿着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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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慢慢吃的啊 哎 來你的 谢谢森麻 不客气 怎么了 ey 是你们吃的 屋里还有呢 慢慢吃 小宝贝 来 来来来 来 来了 来 快快快 吃啊 来来来 来喽 怪死我了 来来来 进来 行啊 咋呀 这才几天啊 就弄到这么多孩子 小声一点 跳一个 你坐 多吃点啊 就那个 那个不错 你可真会跳 他最小八岁了 就它了 这顶巾 说好了 不能再卖给别人 这事呜啦 你放心吧 怎么会呢 行 走吧 行行行 走吧 不能卖别人啊 放心 放心啊 快走啦 锁门 锁门 来 锁门 太小了 吃点啊 慢慢吃 别 别业着了啊 红丽 红丽 老耿叔了 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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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东东呢 我们家东东呢 鹰子呢 鹰子呢 他们在哪儿 目前就找到这一个 其他的孩子还没有消息 红丽 跟老耿叔说 小壮他们呢 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儿 我们 我们走散了 今天我还看见他们了 在哪儿看到他们的 你在哪儿看到他们的 我看到 他们和一个老大妈上车了 跟一个老大妈上车 老大妈 就是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 就是那个人贩子 警察通关 看来我们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要不然 我们已经向队里报告了 张队长正在调底底 搜救行动正在进行 女孩 妈妈 九菊啊 九菊 九菊 九菊啊 咋样 咋样 孩儿们找着没有 有信了吗 这东东要出了事 可咋办呢 喂 老耿 怎么样 孩子找到了吗 好 那就好 怎么会这样呢 那 那耿儿咋说 孩子们找到没 老耿说 就找到弘历了 那 哪 鹰子呢 我们家东东呢 你快说话嘛 你可你 老耿说 老耿说 其他的孩子 都被人贩子给带走了 人贩子 人贩子真是怕啥来上 就怕遇见人贩子呀 这是咋办呢 你们一定放心 老耿现在和警察一块儿找 孩子们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我为啥没带好东东啊 这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可撒活呀 张婶 张婶 东东一定会安全地回来的 你们可一定要相信老耿 你们可一定要相信老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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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弄这么多孩子来家干吗 又是吃又是住的 这么多孩子怕什么呀 你是担心出不了手啊 自己找上门来的 省了多少功夫啊 想买孩子到处都是 这个个那都是钱 我是怕这么多孩子 这 这 这街坊的邻居起一心 哎呀 这倒也是 这事可不能再拖了 你呀赶紧抓紧时间 联系联系下线 我说明天把那个东东卖掉 这些孩子们愿意吗 他们问咱咱咋说啊 你小声点 你赶紧联系下线 我呢 好好稳住这些孩子 哎呀 有了下线 个个一出手 钱就到手了 你这个主意好 服了吧 我和几个被拐儿童家长 在火车站找了好几天 也没见到人贩子现身 我倒是有个办法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说说看 我是想啊 那个老太太不好找 其他人贩子咱又没见过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 单独在火车站 吸引人贩子 你的意思是 让红莉当诱儿 对 不行不行 这太危险了 好 红莉认识那个老太太 放心 我们绝对会保护孩子的安全 张队长 我有一个请求 能不能让我们两个 和你们一起参加行动 可以 但一定要服从我们的安排 不能单独行动 行 我们一定服从你的指挥 嗯 好 好了 好 谢谢 咦 咦 小壮哥 你说 这个大妈能给咱妈买票吗 别说话 大家多吃点 这顿吃饱了 下顿可就没有着落了 你着落 小壮你啥意思呀 大妈要赶咱走 我还巴不得她赶咱们走呢 小壮你这是咋了 这里有吃的还有住的 你还想回马路上去啊 你知道啥你 大家都过来 过来 过来 我昨天头听到 他们是人贩子 今天就要把东东给卖掉 卖掉了 卖掉我干啥 你小失点你 我不想被卖掉 小壮你会不会听错了呀 这么大的事我能听错 那咱们几个怎么办呢 其实我早就有主意了 冬冬 你千万不能哭 这事不能走落风声 咱们一定逃出去 这儿逃啊 到时候咱们这样 过来过来 来来 快进来 火车票来了 快 谢谢叔叔 来来来 谢谢叔叔 来来来 你快过来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你先进去 坐着啊 我跟叔叔商量点事 这叔叔可好了 过来 过来 走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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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来 哎呀 宝贝们呢 哎呀妈呀 孩子们 孩子们呢 哎呀 咋干什么 他们跑了 你拉我干什么呀 我不拉你 你也跑了 我跑什么呀 我 我 都打了你吃了呀 我天哪给你拉 你跑了 我找谁要去 我跑什么跑呀 这生意做不做 什么生意不生意呀 你叫什么叫 不叫是孩子吗 打不来 我明天给你勾一个 哎哎 那咋说好了啊 哎 躲开 哎 你先说好 说好 叫什么叫 我儿子呢 叫什么叫 我给你找去啊 躲开你 你把钱给我 把钱信给我 给我 给我 你把钱给我 给我 给你 死去吧你 气死我了 你死吧你 你 让你吃了这些孩子 小庄哥 你看他们来了 咋样 他们没追来吧 那当然了 咱们分开跑的 就他一个人追谁去啊 小庄 你可真有办法 小庄哥 你真了不起 那是 那咱们今天去哪 还是去火车站 去火车站 那里有人贩子 你还敢去 不回去 不去了 那 咱们晚上住哪儿啊 去老地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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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队长 咱们等了五个多小时了 我怕孩子坚持不住了 这样吧 你去把孩子 带到前面的拣弯处 然后坐个车先回去 好 公立 别说话 远远地跟着我走 红莉 累了吧 不累 警察叔叔让我呀 先带你回去 明天再来 不回去 红莉 你放心 找英子他们的事情 我们大人会再想办法 今天你妈妈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过两天啊 就接你回家去 回家 我不回去 为啥不回去 我是和英子他们一块来的 现在他们丢了 我不能一个人回去 红莉 你要听话 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英子和小庄他们 会不已经被卖掉了 不会的 相信老公叔 一定会找到英子他们的 不要去找 我和英子他们是一起出来的 我不一个人回家 就算回家也要一起回 好孩子 我和英子他们的 小朋友 你干什么呢 你父母呢 我看你在这儿待一天了 走走走 我 我不走 怎么回事 走吧 跟我走吧 走吧 孩子 看看我 我不走 别动 我不走 走走走 站住 别动 我不走 别动 你们干什么 老实点 干什么呀 放开我 别乱动 听见没呀 放开我 放开我 站住 干什么 干什么 老师 跟我们走 跟我们走 放开我 走 走 我捅呢 走不已 我抱他 在哪儿弄着他赔钱货 妈 他 他是饿了吧 饿什么饿 哪有那么多钱给他买奶粉 儿子 去 灌点水 给他喂喂水 将就将就 你涉嫌拐卖儿童 跟我们走 我的孩子 孩子 我丑鱼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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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两名犯罪嫌疑人全料了 贝贝是他们在火车站抢来的 在此之后 他们还骗过五个河南孩子 这五个孩子很可能就是我们哥的领的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那群孩子很聪明 已经逃跑了 孩子的下落他们也不清楚 经过我们查实 他们说的是实话 孩子从他们那儿逃跑了 那到哪儿去了 老公同志 先不着急 我们会努力帮你找到他们的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就那儿就那儿 就那儿看见了吧 就你几个孩子 好 队长 队长 请先马上派人过来 我们这边有情况 想想 快想想 快想想 小兵 快想想 怎么了 你看 有人盯着我们 他们是谁 他们要干嘛呀 反正是没啥好事 那该怎么办啊 还和上次一样 我说一二三 咱们就跑 快点快点 把东西都拿好了 二 快点 三 快跑 快 快跑 快点 快跑 小朋友 快追快追 小朋友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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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